尊敬的胡春华副总理 尊敬的查尔市王楚殿下 尊敬的人红兵会长 尊敬的吴若兰大使 尊敬的江西省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朋友 大家好 非常高兴出席可持续市场参议 中国理事会成立大会 我请代表中国驻英国使馆 对中国理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理事会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查尔市王楚殿下 亲自关心指导下 由中国冒出会和王楚办公室牵头推动成立 是中英两国和有关国家 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新平台 理事会的成立顺应了全球绿色发展的潮流 当今时代 推动绿色低趟转型 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中国正聚焦双烫目标 着力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推进绿色低趟发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 积极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英国也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近零排放目标 出台了具体的实施计划 相信中国理事会将为推动中英两国和全球绿色发展 共将人类美好家园注入新的动力 理事会的发展契合了两国人民加强交流合作的期待 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年来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要对话 促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 中英在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基础上 坚持对话与合作大方向 有助于促进各自经济发展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 相信中国理事会将为两国企业 扩大互利合作创造新机遇 为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提供新契机 理事会的成功需要两国企业家的积极参与 相信理事会成员企业 将把握好全球绿色转型的机遇 发挥好各自的优势 积极拓展在环境保护 低趟发展 绿色金融 智能城市建设 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为推动中英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驻英国使馆 将继续落实好 习近平主席重要之事 为中国理事会的工作 提供积极的支持和服务 最后 祝中国理事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